昨天的股价表现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上映线 似乎跟随大市表现 即下午倾向售额有这个状况 后市来说我相信很视乎 未来的大市是否有一个持续上升的状况 来到有一个带动 技术走势暂时去看的时候 配合了一个公布业绩的时候 我相信有机会可以上网26-26.5这些位置 暂时来说我觉得可以持续去看一看 但是如果你说 市场有一些负面消息出现的时候 连续两天令股价失手了24.5这些位置收市 我觉得至少先会比较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